花园养只小花猫 蟑螂蜻蜓蚂蚁小麻雀 溃飞的通通不敢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将 我家里有只小花猫 这小花猫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在集市上买回来了 花了十块钱 但是养它的成本还真的不低 基本上每个月 我也都要买上二十块钱的猫粮 去喂养它 因为这个家伙太挑食了 现在最近这段时间 连鱼都不吃 鸡肉也不吃 我特意种一些鱼给它 去牙一口都没有吃 但是在我的家里 这个家伙还真的是个宝贝 您知道当初 我为什么特意要买这猫腿的妈妈 除了给我儿子有一个陪伴之外 其实更重要是 当年我的无花果 到了一个大的灾难 大部分的无花果是颗粒无收 被小鸟给吃掉了 为了解决这个小鸟的问题 我就请了他回来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葡萄 以及百香果 前两天这里有一串葡萄 我在那里想 马上成熟了 我可以摘一些给我儿子吃了 因为冬天的葡萄实在不是很多 结果今天早上我就发现 我这串葡萄就剩下一颗干巴巴的在那里了 这些还没成熟的葡萄 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采上那么一串半串的 这就是小鸟的功劳了 其实除了葡萄之外 还有就是无花果 大部分的无花果都特别受那个小鸟的欢迎 尤其是黄色系列以及红色系列的无花果 而我在家种的最多就是金奥芬了 这个品种的果子比较大 颜色比较鲜艳 黄腾腾的特别容易招小鸟 刚好我家隔壁有一家人养了一大窝的鸽子 那时候的鸽子天天我来我家光顾我家的无花果 最终就导致我满数的果子一个都吃不到 大部分都被咬了一半 甚至整个果子被咬掉了 实在是太惨痛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这个小鸟或者是鸽子 对付这些小鸟鸽子我是没打算用药的 刚开始我在想我要不要买一些笼子或者是幼阔的东西拿回来 去捕捉这个小鸟或者是鸽子 结果一个长辈就告诉我说 你可以准备一些玉米粉或者一些东西做个简单的捕捉的工具 结果我弄完之后我就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 弄了几天那个食物压根不吃 那个东西都摆在那里都发霉了 结果呢人家鸽子该来的还是来 该咬你家口的还是继续咬你家口的果子 那怎么办呢 面对这种情况您会怎么处理 我呢实在没招了 刚好那时候在菜市场看到这个小猫十块钱一只 我就在那里想拿回家使马当活马医 顺便给我儿子多个多个陪伴也是不错 把他拎回家的时候揽子还特别小 啥都不敢干 结果呢没过几天那个小家伙呢就冻起来了 结果呢那去年开始一整年我家的五花果 一个果子都没有被小鸟咬掉 这个小家伙呢除了对付那个小鸟鸟子之外 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对付蝴蝶了 因为前段时间开始呢我家已经基本上没有小鸟 没有那个鸽子了 最近呢就剩下一些蝴蝶以及小蜻蜓了 小家伙呢就开始卖没事干就开始捕捉这个小鸟 那个蝴蝶以及小蜻蜓 大家都知道我家的柠檬是特别容易遭那个柑橘凤蝶的 而柑橘凤蝶呢也经常在上面去产卵 结果呢您知道吗 自从它来了之后呢柑橘凤蝶上面的蝴蝶基本上很少在看到 偶尔蓝那么一两只也会被它盯着 除了呢刚才说的蝴蝶小鸟鸟鸽之外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蟑螂了 以前我在楼顶养花种果树呢蟑螂特别多 只要一开一个花盆底下总要跑出来几只蟑螂 但是自从这个家伙来呢 每天在那里上跳下跳的到处砖 结果呢我发现呢最近连蟑螂的影子都看不到 现在呢这个小家伙呢天天吃猫粮吃猫罐头 他早就对这些生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刚才都说呢我直接主了一条鱼给他吃 结果呢吃两口跑掉了 后来呢弄一些烧鸡给他吃 也是咬了两口不吃了 甚至呢放到变味了也碰都不碰 他最喜欢呢还是吃他的猫粮以及罐头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养猫需要很高的成本 我在家里养猫我就除了20块钱每个月的那个猫粮之外 什么钱都没花有些朋友说猫粮养猫需要那个猫砂 其实我们花盆里面大把砂让他挖 我特意准备了一盘砂让他去挖 当然他更喜欢呢是挖我家的花盆 我家的植物 另外呢有些朋友说猫喜欢吃草 是要买些猫草给他 事实上不用的 拧了花盆里面大把那些杂草 这些杂草比猫草还要好 我叫猫呢我特意买了一罐猫草给他吃 结果碰都不碰 我甚至种了一些猫草他也不喜欢 他更喜欢的是我们家里自己花盆里面那些杂草 味道可能是比较新鲜 直接进口里面效果非常好 其实如果您在家您还在受那个什么小鸟 蝴子 蝴蝶 蜻蜓 蟑螂 骚咬 那些会飞的 甚至苍蝇他有时候的也会捕捉到 您就在这家里养只猫 您会发现呢比较省钱 最重要是效果还真的好 我们还不需要打药了 好了今天我说到这里我是华山跨象 感谢大家 拜拜